刚才这个PPT做得非常非常好 凡是在我们下面留言不耐烦的一定不是战友 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战友 他是来看热闹了 我们这每一个字都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中国人生生死死上百年 中国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美国在世界上 用生命和鲜血和共产党斗争 这个官司的开始到现在 一切我们的对手就是共产党 代表打官司的全部是共产党的走狗 这还有什么质疑的吗 而且我们从官司的第一天就被违法操作 我4月19号参加VOA大直播 4月18号第一个官司 3月份我和刘延平见面 跟刘延平沟通 他就要警告我不要参加VOA 我4月份在美国再开始 然后孙力军就一再警告我 你要敢参加VOA 会让你在全世界上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 会拿走你家族和你一切的东西 让你睡在马路上 而且明确告知PAG 就太平联盟叫PASS PASS 会让你像疯狗一样 在大街上 让你找不到任何地方生存的地方 这是孙力军的原话 还有这么偶然吗 418和419 王岐山和海航 这事情我要爆料的时候 他就出来了 最关键我那天爆料的当事人 王岐山海航 就是PASS的合作者和股东 而2015年宣布 要让我穷家当产拿走一切 并把同事家人抓走的就是吴征 叫Bernard Wu 吴征又是PASS的最大投资者和合作股东 腾讯音乐 腾讯音乐百分之百的股东 曾经是PASS 而且Bernard Wu在里面缠统起来 包括美国Digital Group 这个Andy Moss这个律师 你看到这个我跟他多次打交道 Andy Moss在北京在上海都有律师事务所 在北京的银泰在上海的金融区 这个律师在中国你也知道 这些律师是多么的夸张 跟马云和阿里巴巴他原来的事务所 就是跟马云有合作的 跟共产党有合作的 马云又是攻击我们的人 包括我们这个法官 奥斯陀克法官 曾经在的律师事务所 就是跟马云上市的代表律师务所 他本人就是参与这个案子 跟马云上市务所